原住民生活慢慢提升之后 现在家长一开始重视 孩童教育这一区块 一元十七岁就接到家长的反应 说某校校长在半学之中 又带领另一个社团 社团有时候会受邀出国表演 让没有加入社团的学生 心情上受影响 而家长称这种状况为一国两制 有一个学校 他的家长他一再讲说 我们不要一国两制 什么叫一国两制 就是一个校长 又办这个学校 他又另外要办一个什么活动 那种学生的心态怎么样 怎么这个校长带这个人出国 那我是本校的学生 怎么校长没有关爱我 那这样的学校一国两制 议员廖文贤指出 现在原乡地区 其实很多具有观光潜力的部落 有些有带政府给予事实上的协助 也建议未来在原乡地区 办理大型观光活动 不要只限几个知名的观光景点 应该要往部落去举行 在人潮待机下 一定可以创造商机 我想处长你要多关心一下 我们这个原住民既有观光潜力的地区 以后有什么大型活动 不要仅限你亲近 有时候也到我们原住民部落 去办一办这个活动 在部落里面 你办了大型的活动以后 整个我们台湾省的整个很多的地方的游客 一知道以后都会涌入这个地方 议员石庆隆也对仁爱乡物色事件的纪念公园 里面的碑文有三包这两个字 要求全职单位更换为原住民三个字 因为这要回应地方人士的要求 况且这是一个历史错误 入社事件纪念公园 那那个碑文 上面还有三包的这个字样 当时老卫提出来 那相关的这个地方人士 也反映说这个 虽然有历史性 纪念价值 但是我们不是要整个石碑卡住 中间那一块 把它先拿下来 换一个新的 把三包 用原住民来期待 原住民是国家很重要的人文资产 因为居住条件的问题 生活资源不及都市人民 在原住民意识抬头 以及政府的辅导下 生活品质确实已有明显进步 但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 有来政府全职单位 给予最大的协助 你也希望黄玉怀 南投信议会采访报道